雪州普总酒吧预袭案则是爆发了罗生门 叙利亚IS成员穆罕默万迪强调 不曾下令袭击普总酒吧 驳斥了全国警察总长卡利指 IS恐怖分子是在接获他的指示之后 展开袭击的说法 根据埃朔阿瓦尼的报道指 穆罕默万迪谴责大马警方做出严重的指控 让IS成为戴罪羔羊 他认为警方捏造故事 向他做出报复 以转移人民对某些议题的焦点 穆罕默万迪还说 落网的两名嫌犯 虽然曾经公开支持IS 但是却不曾接获来自叙利亚的指示 在大马展开袭击 不过出生于马六甲的穆罕默万迪放话说 他将会在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以报复大马政府迫害IS分子